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下 它的外围环流游戏 直渐碰出我们台湾东半部和南部的陆地 来看一下未来的移动路径 可以看到它大概在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 接下来在礼拜五的时候逐渐从东北方向移动 远离我们台湾慢慢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 所以距离我们台湾最近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四的这两天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环流的影响 预计它在逐渐的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当中 它的外围环流人息 就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的 包含北部跟东半部海面 跟东半部地区是主要受到它影响的一个范围 在我们东部的这个里岛像绿岛蓝鱼 要特别留意这个风强宇宙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未来随着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 才会逐渐往这个东北方向移动 远离台湾但是外围环流还是持续带来 它的这个偏北风跟西北风 所以我们台湾地区还是要稍微的 台湾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这个受到台湾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么什么地方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礼拜二台风逐渐接近可以看到 外围环流逐渐进入到我们台湾 会有一波一波的雨势 从东半部海面逐渐进入到我们台湾的陆地 把我们的北部的这个陆地 都会有一波一波这个正雨发现的情况 礼拜三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都会受到这个台湾的外围的螺旋雨 这个的一些影响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降雨 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那个雨到雨带进来的一个频率 还会再更加的一个升高 那么礼拜五的时候 随着台湾逐渐往东北方向远离之后 预计这个我们东半部 雨时会逐渐缓了 但是北部可以看到 还是持续受到影风面的影响 还是要留意 比较容易发生震雨的机会 来看一下未来四天 主要容易下雨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在看起来 降雨的量的预测不算是很高 但是要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降雨的预测 它的变动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雨大概进来 可能降雨就相当的明显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 从这四张图上面可以看到 最主要容易下雨的区域 就是我们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要留意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有时候会有瞬间比较强的这个雨势 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就是风的话 尤其我们东半部 要特别留意北部跟东半部 风也会逐渐的这个增强 那来看一下在温度方面 北部的话低温没有太明显 大概23到25度 高温的话最主要受到云浪偏多 跟风变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有稍微往下降 大概在礼拜三开始之后 慢慢降到大概28到29度 礼拜二之前还有30到31度 那么中部的话 算是温度的一个变化比较明显 因为在礼拜二礼拜三的高温 有几乎来到37度 因为最主要是受到我们中部 是一个被风测的影响 所以有一个被风 沉降气流增温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中部呢 礼拜三之前是比较热的 可以来到37度 礼拜四、礼拜五 再降回到比较平常的 平常的情况 大概31到32度 低温大概在26到28度 因为在我们南部的话 低温是27到28度 高温的话没有太明显 高温的话大概在31到33度 在我们东部的话 低温是大概24、25度 高温的话大概在28到31度左右 那么今天晚上隔离的天气 北部跟东半部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偏高 中部要稍微温一下空气品质 另外在我们的明天白天的话 可以看到一样北部跟东半部 开始慢慢的 会有一些雨时 有些北部的话 会有一些降雨 东半部的话 雨时也会有一波一波的降雨出现 所以提醒大家 天气会有些变化 特别注意就是风的部分 风也会逐渐的增强 沿海的风浪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大家再次提醒 避免前往海边去做这个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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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多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搬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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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